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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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般痴邪 斜酒万世情不休 共心念 酸酸绕之余柔 愿意星辰作斗 杯水共心舟 请我所有爱不保留 愿这世间的双 为人相望前山空白首 岁月如隔聚位等你回望 我愿意试长生 不愿命途即春秋 心底怎已能将时间都看透 4月百年 1月1日 6月1日 1月1日 双方 1月2日 3月1日 1日 1月一日 2日 5日 13日 1日 少公主 奴家新学的琵琶舞 你可满意呀 满意 满意得很 你们都下去吧 一时 你有赶尽下去吗 这个话我都听不懂 此次初音阁只有五个女孩 你我之间 必然是要分个生死的 今夜这场生死继续十三个月 你为何都督跟我过不去 那自然是阴影的 你不配活着 你说 是谁这么狠心 让你来杀我呢 弄脏了你的手 可是会心疼的 好端端的一张脸 如今这模样却是败性的很 不如 你笑一个 笑得好看了 我就放过你 如何 是少公主 我 是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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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大爱你 让你这祸害狗活了这么多年 你别别说 我狗活 自然有我狠狠的道理 把她弄醒了 严加审讯 来 属下影时 见过各主 入影阁者 十年拼杀 九死一生 在这场生死局中拔得头筹 此番出阁 可想过 到底该忠于谁啊 好 快去把折扇拿来给我们瞧瞧 这是少公主给我的 可别弄脏了 我这丝绸的衣服真好看 我去拿 你们先别走 等着我 此曲只应天善 看着点 他是谁啊 可是新来的影位 长得还挺俊强的 不知道会不会被少公主留下来 少公主 您这是怎么了 可是房间没打扫干净 不是 昨日沾染上了脏东西 总觉得没洗干净 你有事 又到了影位 每年出阁认主的时候 今年影阁又照例送来了影位 如今你在正门等候 不要 按老规矩 请她回去 已经说了 但她不肯走 非要见您一面 好啊 那就让她等着吧 是 是 她竟然没走 她竟然没走 还在这儿掌掌呢 就这样还掉一天了吧 还不快把晚上端进屋 是 是 公主的前任夫人 乃是非云宗老宗主唯一的入室弟子 她死之后 非云宗独门居学万新爵诗传唯一的沟本 应是被少公主藏了起来 只是她那院子 美宋内寝 这些年来 美人始终不好得手 本君要你 甲义人凌玄为主 且即找到万新爵 找到之后 属下 定当尽心几里 今年出影阁的人 倒是有个好练习 是 尹阁让你过来 是让你一动不动 当个摆设站岗的吗 少公主恕罪 属下饮食 还请少公主收下属下的名牌 云属下认主 属下日后必定截至尽重 我玄天愿只留美人 无需护卫 你回去吧 属下是甲冷出格 还请少公主三思 本宫身为灵天宫的少公主 在宫中没有危险 留你何用 怎的还不走 少公主 您可还记得十年前 您曾救过一对兄妹 您曾救过一对兄妹 明明人家妹妹治好了病 然后 找了活好人家福音 最后将她哥哥 带回了灵天宫 您想起来了 我能救她 但要拿你的命来换 你愿意吗 好 那我可得在你身上留个记号 这山过了十年 依然如此正面 没想到你还活着 竟然还真从尹阁里走出来了 一心明事 我怎敢实验 尹阁是个修罗场 十年厮杀 日日轮回 你该恨我的 为何还要前来投校 当年若没有少公主 我和妹妹早已扑视荒野 又哪有命活到现在 这世上 竟还真有你这种 知恩图报的傻子 与其说知恩图报 倒不如说 当年我早已经把这条命 许给了你 少公主 好 如今 你还要我吗 要 要 难得有尹未长得如你这般好看 既是如此自投罗王 我又怎好 不如你所愿 安慰尹士 此生封灵泉为主 任您驱使 永不备办 起来吧 谢主长 凌儿 少公主 去内院收拾个房间给她 她以后 就是咱们玄天院的人了 是 对了 我方才说 我玄天院只留美人 不要护卫 并非虚言 以后就说 你是我房里人 怎么样 你不愿意 属下听评主事安排 请真如传言般荒唐 你岛 我煙观荒唐 没有尹未尴尽 李梦 前面 尹未尊 少公主这次 早已超过了夫人 有了自己的风骨 天色不早了 少公主早些安情吧 少公主 江湖上又有门派出事了 整个门派的人全部失踪 公法立即薄逆而飞 这个月第二个了吧 是 少公主 夫人当年出世前 亦是如此 公主想要融合各家公法 必须得到夫人的绝学相助 幸好夫人当年 提前将秘籍传于少公主 如今秦师行刺 她是安耐不住 我那好父亲 世人皆以为是不问世事的武痴 殊不知他想要逐鹿武林 若不及时阻止他 怕是要心风血雨 家书 暗中寻找失踪人的下落 那我先去把秦师处理了 不 不 那个秦师 让尹不时去处理 连衣服都如此花里无声 婚方寻找 前辈深夜前来 可是主上有什么吩咐 安全下J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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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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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少公主已经留下影视 许她认主了 另外 属下一令 将丹阳阁天星楼的人 送去了姚王谷 幸不如命 搜到了他们的功法秘籍 你能确定 你派去的那个影位 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吗 主上放心 她自有入阁 便已经给她服用过三参丹了 这些年来每月一例 从无间断 少公主才齐呢 熟 怎得就这样的凉 没人疼也没人爱的 自然就凉了 少公主说笑了 这悬天院中 多少人见天地向着少公主呢 少公主若是不嫌弃下奴卑剑 奴卑把这颗心都给你 便也是心甘情愿的 好啊 那我叫人把你的心挖出来 好不好啊 少公主 少公主饶命啊 少公主 奴卑剑就退下 怎么了 昨晚饮食没杀那秦师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主上 回来啦 过来 坐这儿 瞧瞧这满山寒露的 衣裳都湿了 昨日不是让凌儿 送了件男士的衣服给你 为何不换 属下刚回宫 便回来见主上复命 你还未来得及 怎么 这么简单的差事 你办砸了 关于此事 属下一查清 秦师背后真正著梦 秦师是受苍语院 玉夫人指示 在您醉酒之界前来行刺 此晚 她还供出了玄天院内 被玉夫人安插的所有眼线 这是名单 这些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 别杀我 秦师夫婿早逝 仅留一子 被玉夫人挟持 秦师逼不得已 前来行刺 暑假探等 孩子被关在城内明居 你倒是好手段 我该怎么赏你呢 我该怎么赏你呢 她因嗜毒之情 犯下了罪 属下认为她罪不至死 便慎作主张 饶了她一命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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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丑上息怒 丑上息怒 叮怒 认主的隐位不尊之礼 你倒是教教我 敢如何息怒 她有孩子 有孩子又怎样 你以为临天空是什么地方 在这里 强者主宰生死 弱者命如草莖 一条人命而已 谁会在我 既然如此 当年我和妹妹同样身入扶屏 命入草菅 主上又为什么要救我们 主上 属下并非心思受人准备 更无怜香惜玉之意 属下只是觉得 草菅人命 非你本意 九十 你是在教我做事 属下不敢 不敢 本宫可没有看出 你有什么不敢 来人 少公主 饮食为令而行 带下去 罚三十遍 以警校友 运中男士 地位低危 没资格进戒堂 须去医受罚 我听说少公主昨天刚是我个人 今天就罚上了 而且怎么穿成世卫的样子 怕不是故意穿成那样 对少公主整身夸活了吧 结果弄巧成拙 玩砸了吧 毕竟是尹阁十年拼杀处的精锐 毕竟是尹阁十年拼杀处的精锐 少公主竟与她认了主 如今又以男士的规矩惩罚她 是否太过折辱了 这样便是折辱了 尹阁十年 她受过的搓磨可不止于此 是 话说回来 这人倒是聪明了 我们都没撬开那秦师的嘴 她却做到了 到底是贾等以为 这尹阁十年间 才能出几个贾等 昨夜的事情 倒能说明她是个良性未敏之人 若真能被您所用 倒也是我们的一大助理 可她竟然说那么做非我本意 但我真是 可笑 少公主 二公子来了 奴婢见过二公子 去年阿姐曾说 宫中的茶没味道 这会儿正值新茶下树的好时候 我特地 二公子有心了 只是您来得实在不巧 少公主早已吩咐过 今日该不见客 我十次来 倒有八次见不到阿姐 罢了 你替我斩交给阿姐吧 是 奴婢替少公主谢过二公子了 你多少有明天 庞宫三十四太太太草双 它为六十四可 就是它 走 我还到这儿新来的人有多俊哪 静惹着少公主喜心艳旧 却原来也不过如此 虎媚不成反挨了鞭子 这下可该老实了 主上 据属下所知 那万新爵能短时间内提高内力 若少公主有惜得万新爵这等功法 为何主上屡次试探少公主内力 却始终未见异常 这些年 轩儿确实从来没有路过 半点我派之外的功法 不过我始终觉得 他对我 还是有主多的欺瞒 主上 属下觉得 这世上没有天衣无缝的伪装 或许主上 该常常提点少公主练功才是 今夜公主会召见少公主 她去主殿的时候 雅树都会陪同她去 玄天院中空虚 抓紧把事情解决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隐时的安静在哪儿 在最北角的厢房 眼下还不知道他的嫡性 我与亚树想着 先让他离你越远越好 一路隐阁 豺狼环伺 他却遵守十年之约 杀出重围来到我身边 办事方法又与常人不同 此人还真是有意思 所以我去看看他 少公主 演了 谢树上 总成这样 为何不上药 应苟规矩 犯错受罚的人 不允许上药 躺下 我帮你上药 我自己办 怎么 你想抗命 属下不敢 疼吗 疼吗 就不要 你应苟规矩 我应该死 我今天跟陈将老子 这种药 都把人不 försö碍你 我才能赢你 我没有 不过 我 往往都是几天几夜不回眼 那是主上 您知道吗 我在尹阁这十年 几乎没有睡会一个安文桥 起初怕杀人 后来怕被杀 身上总带着伤 几斤瀕死 所以主上 三十戒边这种程度的伤 对于属下而言 早已经是家常便分 达不到你想要的 打一巴掌 给一颗填枣的效果 我发现 你这张嘴 还真是不讨人喜欢 属下在尹阁所学 皆是拼杀之术 还真没怎么学过 如何讨人喜欢 没学过 好 那我就来教你 果然你这张嘴 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最可认了 最可认了 少公主 如此亲密之举 为师不妥 可认真是不讨人 这张嘴 就与你这张嘴 就你这张嘴 是什么 你这张嘴 都在尽量 可认真是 你这张嘴 再回来 听清楚了 谢主上这么请 盛公主 什么事 主殿那边派人过来 说是公主请您即刻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你先回禀 说本宫更了依旧过去 是 对了 那个秦师是叛主之人 本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本宫愿意卖你个面子 秦师的孩子 本宫已命人为了忘魂丹 送回永州 与他母亲团聚了 主上 主上 如意了 主殿那边危机四伏 我陪您过去吧 你确定要跟我过去 夜深难歇 属下 来护卫主上作药 来护卫主 雅叔 你歇着吧 这次 让饮食跟我过去 主上 主上 遗住相危险 若您未出来 嗯 尝一个 给点面子 来吧 吃一点 吃一点 来来 吃点啊 父亲 这么晚叫女儿过来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啊 怎么 没要紧的事 就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过来 陪我这老头子 说说话聊聊天吗 哪能呢 父亲挂着女儿 女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走 那女儿给父亲泡茶喝 好 我看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院中的人 没有伺候好啊 他们哪敢不好好伺候 可能是 女儿最近练功练得很了些 累着了 只可惜 女儿天资不够 练来练去 也还是无声掌尽 她还是又要让父亲失望了 这五学休息啊 并非一蹴而就之事 要讲究一个张弛有度 父亲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可不敢太过劳累了 让为父替你担心哪 还是父亲最疼玄儿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脸色暗淡 嘴唇发白 像是血气不足之相 让为父替你把把脉 好让宫人 给你调放进步 来 好 有劳父亲了 好 这个个巴形 不敢猜 然后我就打 İn 我师母 在你铺子里 已经比招下来 玄儿也在啊 他血气不好 我抵他把把脉 好让人给他补药调养 你怎么来了 公主不是最近胃口不好 妾身特地做了一些清润的宵夜 拿过来给您尝尝 选儿也在 那就一起吃点吧 好啊 不必了 玉夫人不愧是侍女出身 伺候人的花样可真是不少呀 可惜本宫吃不惯 选儿 我跟选儿还有花样说 是 幸亏人见了 三天居然如此空虚 今日五水杯吵醒 这会儿困倦得很 父亲先好好吃饭 莫要辜负了玉夫人的心意 女儿 这就先回去了 哎哎哎哎 父亲人卖菜枕了一半 你看看你啊 这炎炎的样子 父亲哪 就更不放心了 好啊 还是父亲最疼玄儿了 行 那就如你所愿 大不了 一丝万光 一丝万光 嗯 闲杏杂人等 不得入内 退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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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上 未经传诏 敢敢擅闯本宫的拘束 你好大的胆子 是颖哥信不给女儿的颖威 公主息怒 颖威的职责 本应该寸步不理 护卫竹上 方才属下看到 有外人见出 担忧竹上的安慰 顾此才鲁莽如内 冲撞的公主 外人 哪儿来的外人呢 刚才见来的 是本座的夫人 你难道不识吗 属下刚出阁 有眼无珠 没有认出一夫人 还请公主恕罪 你 父亲 这个侍卫可是女儿刚收的 正心陷着呢 父亲要是处置了她 女儿可不依 知道护主 倒是一条忠权 既然如此 婶儿 你就带她下去吧 好 影师无礼 女儿回去定会好好罚她 那父亲早些休息 女儿就先行告退了 主上 您这是怎么受的伤 外面人堆隐藏 先扶我回去 阿娘这是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林轩院里那个琴师 我不是扣了她的孩儿吗 方才下人回禀 那孩子不见了 连同那个琴师 也有几日没有消息了 阿姐如今好好的 她却消失了 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 她若死了倒是干净 可是 孩子不见了 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方才 我在你父亲那里见到了她 她看我的眼神 极其古怪 还有门口那个尹卫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一直盯着我看 我就是怕那下贱之人 行刺不成 反倒供出我来 此事就不好受伤了 尹卫 这许多年来 从未见过尹卫在她左右 今日 怎么会让尹卫护怂 这些细枝末节不必在意 你快帮阿娘想想 这事若是被捅出去了 该怎么办啊 我早就告诉过阿娘 阿姐怨中不简单 您非要去招惹 如今出了这事 又怪得了谁啊 公主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偏他占了敌长的好处 拦着路 可我没有争夺权位之心啊 阿姐若不是敌长 便没有我的出生 也就没有阿娘如今的位置了 阿娘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知道阿娘是为我好 这时候也不早了 阿娘早点回去休息吧 阿娘先回去了 阿娘 少公主怎么了 他这是怎么了 尹氏 本宫问你 你来玄天院后 可曾与尹阁联系 尹阁闯患 为何你来玄天院后 为何暗中找你 只是立行提定 主上无需挂欢 还是早点休息 到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尸公主 主殿到底发生什么 把您生成这样 他竟然已知向我 与尹阁联系 为何还要我同态去住店 少公主的意思是 尹氏为了找您 擅闯了老公主的房间 这么多年 莫说是林元正的起居之所 我也从未听说有擅闯者 能活着出来的 可无论如何 能将少公主从主殿带回来 总是好的 可无论如何 林元正 龙的下榻 这说明 池也向他通报过 林元正向来忌惮咱们 您的影位擅闯 他并没有为此做文章 就这样让他带您出来了 可若我们想不到 难道尹氏想不到吗 我倒觉得他是关心择乱 过不了那么多了 莫要儿女情长 这回乱了大事 更何况 他一直背着少公主 暗通影阁 叶老夫所见 此一处救助 极有可能是里应外合的苦肉计 就未彻底博得您的信任 少公主 此人还是尽早处理为好 的确 影时怕是留不得了 疼吗 疼吗 不过本宫愿意卖你个面子 秦氏的孩子 本宫已命人为了忘魂丹 送回永州 与他母亲团聚了 难道 他并非传闻那么 前辈 老夫要试试你这个 甲等尹味的功夫 刀在无眼 生死不论 好 亚书呢 不是去找饮食了 这会儿事情估计已经办好了 不错 我看你这么多人 超过的 我看你什么 我看你什么 你真是什么 你真是什么 还没理想 我看你什么 我看你 你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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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无伤主伤 还请赎罪 你这一刀被雅树击飞的时机 倒是把握得非常好 雅树内力深厚 属下不是对手 敢做不敢认 主上武功高强 方才那一刀定然上不了你 你敢试探我 如今探得了本宫的深浅 是要去向你真正的主子告密吗 主上还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少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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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觉得属下会伤你吗 你不会 是 属下不会 你走吧 离开玄天苑 我留你一命 主上 属下有一方法 或许可以消除主上您对属下的疑虑 主上 主上可知散神丹 散神丹 是尚未者用来御下的一种药 只需要制药之人的一滴血为药液 配以秘方入阳 由此 便可以让服药之人只认一个珠子了 竟还有这种东西 若是没有按时服用了 那每月便会发送一次 初始 只是让服药之人尝尽气血逆流之苦 天苑的次数多了 并会累积经脉 长期以往经脉尽端 你是说 所有隐蔚 早已受他所控 是 但是我当年 没有服用公主的药 这是阁主赏你的 这个月的散神丹 影师谢过阁主 原来我那个好父亲 就是这么控制影阁的 只是影阁那么多人 凌云正每月要放多少血 非也 以血为瘾所制的散神丹 首次服用 这是下毒 为避免美月 气血逆施所服下的 只是普通的散神丹 并非含有主人之血 若是得了我父亲的血 您可有把握研制出 他所用的药方 解饮味之毒 有饮食提供的解药 请公主放心 请公主 你可知 一旦服下此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后 主上会真正地信任属下 还意味着 你往后余生都要活在 我的掌控之中 不得自由 亦不得解脱 你可想好了 主上心弱了 你若是现在后悔 我可以放过你 我甚至可以想办法送你离开灵天宫 我准备着 你若是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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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儿 阿娘来了 日前你父亲要凌玄去他的主殿 还是为了试探 他到底有没有万辛绝 可是试探出什么了 我想也是 阿姐武功造诣不高 这些年灵天宫中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即便是他故意伪装 想来 也该是有万全之策吧 可是万辛绝 是个要紧的事啊 他若真的练成了那功夫 以他那性子 怎可与你我善罢甘休啊 若真要是 时机最重要 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 派人去截杀 危机当逃 他若有万辛绝 自然会使出来 他若没有 那倒是好办了 荣儿 前几日 阿娘送给我的那个侍妾 我很喜欢 谢谢阿娘 荣儿喜欢就好 那 阿娘就先走了 这满池的锦礼 也喜欢的锦哪 阿靖 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 凌璇是我姐姐 谁都不许动 如果 他身边跟着的那个有位 是 怎么回事 为何心虚如此躁动 莫非 是因为服用了散神丹 可从未听说过 这药竟然还有催人欲念之效 你这样下去不行 你这样下去不行 嬴使 你居然不应传唤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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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儿 你要告诉你的功法密集 所在 你要记牢 传给你的修为 你也要藏好 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你的父亲 知道吗 知道了阿娘 娘撑不了多久了 你父亲很快就要找过来 你去藏起来 快去啊 你还是要走 是你 你哥怎么拿走啊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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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夜深难行 属下来护卫主上左右 宫主星 宁慰的职责 本应该寸步不离 护卫主上 属下只是觉得 草菌人命 非你本意 你若是现在后悔 我可以放过你 应是 无怀 居然成功了 原来多年来未能突破 是因为怨念太深 未能静下心了 应是 门派失踪的人还没有找到 我又增派了些人手 少公主的万幸诀 是否神功已经达成了 阿娘不在了 无人指引 如今这突破到底算不算大成 我也并不十分清楚 希望如此吧 正好 我那好父亲的五十大寿 也快到了 少公主的意思是 因人多年 终于等到 少公主 方才隐时忽然出门 向宫外的方向去了 走得很急 不知所谋何事 糟了 都留下 谁都不准跟过来 啊 儿子 怎么 这才刚一天 就想焚毁逃跑了 诸上 那三十单 吃都吃了 反悔也没用 怎么了 可是身体不适 需要本宫给你叫大夫吗 诸上 还是请向回宫吧 就是他们 主子有令 不留活口 上 好 不留活空 巧了 本宫也是这种小的 说 是谁派你过来的 是 是王公主 主上的武功 竟已达到如此精简 私自打探主上的秘密 你胆子倒是大得很 主上 属下有一事 还想向你认罪 何事 那日主上问属下 远哥传唤做什么 属下没有说实话 属下在出戈之前 戈主曾下令 你我名面上任你为主 暗地里寻找完新决 并且伺机刺杀于你 对尹阁阁阳奉阴 对本宫七上满下 我如不答应 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你身边 不过看在你坦白从宽的份上 我为了承住这一身功力 常年服药 静饮日久 静骨血液便与常人不同 没想到 确实害了你 不要怎么签了 我偏要 主上 夫人派去的人都死了 是少公主杀的 这才是我心爱的阿姐 那个尹卫呢 也是啊 阿姐在那儿 不方便动手 你先下去吧 是 阿姐的手也是你被摸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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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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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 事情都做过了 现在不想认账了 晚了 你现在是本宫的人了 属下万死 万死倒是不毕业了 你服事得不错 本宫也是欢喜的 不然 你就当真领了这男士的身份 如何 属下不敢 玄天院内男士众多 昨晚事无余局了 这是吃醋了 本宫喜欢你吃醋的样子 如果你愿意 本宫为你遣散其他人 一个不留 可好 主上说笑了 今日主上可以为属下遣散他人 他日属下 怕也会不忍后尘 这么说来 你是不愿了 是吗 属下对主上昨夜相求之事 感恩在心 他日 必定竭力报答 昨夜你身体有恙之事 本宫也有责任 事出有因 你不必挂怀 下去吧 你必须责任 他人不忍得了 还得了 你该懂 过年 我 你确定 你还会不信 你会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名字 你真是生的那门自欠 那个饮食 他怎么能这么走了 是我赶他走的 不解风气 瞧着无趣 我岂有此理 天底下既然有这等 得了天大的便宜 还不是抬举之人 他这样对您 您还替他说话 少公主这么冰情欲解 平日里有哪个男士 真正能进得了您的身 他就这般不知好歹 冰清欲解 凌儿 这话放言整个林天宫 怕是只有你一个人会信吧 凌儿 我问你 你觉得 饮食的项目如何 就 还算可以吧 那不就得了 这种事情 向来只有愿意不愿意 哪有值不值得 对了 昨夜那些杀手的尸体 处理得怎么样了 少公主放心 雅述亲自去办的 奴婢 奴婢担心 只怕我们做得再隐蔽 都逃不过公主的耳末 我知道 本来就是留给她看的 戎儿 戎儿 昨夜尾随玲玄出宫的那些刺客 一个都没有回来 他们没回来 阿娘再派人去找救世了 何必这么大惊小怪 那些刺客武功都不低 而且不管怎么样 终归是火要见人 死要见尸 荣儿 此事必有蹊跷啊 而且我也不瞒你了 待你父亲找到了万新爵 主治了凌玄 这少主之位便是你的了 你也知道我们 与药王谷的关系 若有了药王谷的帮扶 鹿死谁手可就不好说了 那阿娘便给药王谷传个讯 让他们帮你出个主意 也是 荣儿 我这就回去写信 阿静 公子 回头你把夫人放出去的信鸽 拦截下来 看看 他给药王谷的信函里 有什么不该说的 剔除干净再放出去 书下明白 这药王谷啊 这药王谷啊 也是时候出手了 诸盛 何事 尹格在谷中山剑下 发现了多具尸体 是 玉府人院里的人 死因为何 尹格在谷中山剑下 皆是被内力震碎了心脉 多名高手一招毙命 当今武林有这等功夫的 怕是寥寥无几 若是练成了万新爵 想要做到此事 倒也不难 主尚是怀疑少公主 可据您之前所说 她丹田空虚 不像是练过万新爵的样子 对了 你安排在玄儿身边的那个 尹卫 上次不是说好了 让她留在玄天院去寻万新爵吗 她怎么跟玄儿一起来了 是属下疏忽 那她近几日 可有什么消息告诉你吗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主尚喜怒 亏我当日还留了她一条命 属下定当将功补过 明日 我就带颖恶为教玄天院 就算那哑巴武功改世 但终究双全难递四守 属下一定将万新爵 双手奉上 然后呢 闹大了此事 让外面的人都知道 我灵元政 为了得到其他门派的信法 偏发起竹杀亲女 因灵天宫弟子相残 属下思虑不周 请主上降罪 补给 那啦 起来吧 不日便是本座的五十寿臣 虽然是整寿 本座也不想大操大办此事了 我想专门安排一个家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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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当我向你赔罪 方才主邻派人传话 今年公主的寿臣一切从简 免去宫中弟子贺寿 只搬家宴 你此次 只能自己去了 看来林园正是没有内心了 无妨 这好本宫也没有内心了 过来给我卫章 说 你胜是我的 我这条命早就是主上的了 只是命 恐怕还不够 我不止要你的命 我还要你的人 主上 你不是要我人吗 我人就在这 我自己是вер资可以的 坐下 我可以救我的 我拉你 我来自我 units 那我可以救你 我其实交给我 我可以救到你 我irstatoon 我看你救出去 我这要命吗 我相信守衣 我可以救你 我可以救命 我这样子 你也要救你 我不能够 我加油 你求你 向你救命 郭主 明天公信 信上说 林元振为了夺万心诀 准备在寿宴上对他女儿动手 不过有趣的是 据玉夫人所说 林玄可能已经偷偷练成了万心诀 他若是功法大成 林元振这场寿宴 他恐怕是不会束手就擒了 让他们斗去 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我们正好趁虚而入 若想要肃清老公主 和林玄在宫中的势力 势必会依附我 另外还有一事 后山的那些血奴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那不是正好 林天公的好戏要开场了 等得到了林天公 不多的是新鲜血液吗 是 林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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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曲子你是从哪儿听到的 民间小调罢了 流传甚广 我幼时常听人吹喜 也就学会了 我小时候不愿意睡觉 我母亲也经常给我吹这个 只是她过世之后 就再也没听过了 那 им 应该是 优优 你 我 你 你 想说 真的 优优 我只知道 你是我唯一的主上 哪怕我要师父夺功 是 主上 十二公子 阿姐 阿姐 这是我特地命人 出宫买回来的茶酥 都是你喜欢吃的味道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在宫外一起玩时 阿姐最爱买这个味道 但因为我想吃 阿姐每次都把这个味道的茶酥 全部给我 你们都下去吧 阿姐 为得到这几块茶酥 我可费了不少心思 你就尝尝吧 我早就不喜欢吃这个了 二公子不必如此费心 须知 人都是会变的 何况是口味 可我在阿姐这儿 我还是当年吃着阿姐 让给我的茶酥 欢喜不已的那个阿荣 世人都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斗 你说 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 我们是同一个父亲呢 难道是因为你看起来 蠢笨可怜 与我全人不同 阿姐 说吧 劳凡二公子大驾来我这玄天院 所为何事 阿姐 过几日便是父亲五十大寿 我听闻父亲这次举办家业 外人一概不许进府 这些年 阿姐你 形势多有荒唐 我担心父亲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父亲气我不上进 学艺不精 大不了也就是斥责几句 这些年 我为此受的斥责还少吗 这次不一样 阿姐听我一句劝 还是小心为啥 二公子真是说笑了 我与父亲之间有什么可小心的 父亲五十大寿 我这个做女儿的 怎可不去贺寿 你回去吧 也罢 阿姐 这画不错 正好我的折扇坏了有些日子 不如这扇子 阿姐便赠予我吧 随你 你要是觉得画上的人不错 我也可以领回去 又到了月圆之夜 轻易来了一个月了 发什么呆呢 主上 你是聚了嘴的葫芦吗 每月十五是你服用散神丹的日子 今天若本宫不来 你打算如何扛过去 你打算如何扛过去 过来陪我吃顿家常便饭吧 我来吧 请 今天没有主仆尊卑之分 我记得 你妹妹是 小你六岁 我记得 我记得 很好 当年 我把他托付给宇舟的商谷扶养 这十年来 你可有去看看他吗 没有 你不惦记他 主上二人安排得当 属下无须惦念 你 主上怎么突然提起这些旧事 今天去水蟹中找我那人 你可认识 是二公子 我小时候与他的感情也很好 但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 却是我不知道 他是我亲弟弟的时候 来尝尝这个 这离子喂的茶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主上 你可知军天令 我只知尹阁阁主可持军天令 号令尹阁 主上有所不知 在令渊政上位之前 尹阁乃杀戮机制 能者之人可以对尹阁之主进行挑战 若赢便可以取而代之 你的意思是 老公主的收言将至 若主查那日所言当真 那尹阁阁 将会是一个最大的变数 属下愿读军天令 替主上分忧 赤叶武功高强 连凌渊政都要忌惮他三分 说是道士 我知此事生死难量 但我说过 一定要护你成全 是尹阁传唤 是 请主上相信 属下定不负所托 这十年来 从未有能让本宫交付后辈之人 应是 你是唯一一个 莫要负我 若主上不义 应是 生死不相逢 遗殖 当日让你来尹阁 为何未到 彼时暑假正被少公主巫妖捉弄 前往礼命 恐引起少公主怀疑 当日让你趁凌玄不在 找到万新爵 你为何会出现在主殿中 那日雅叔非要让属下 护送少公主前往主殿 恐是有所怀疑 属下不敢轻举妄动 想着日后一定还有机会 打消一律要紧 于是冒着大不敬冲撞了公主 将凌玄救出了主殿 以获取她的信任 那凌玄现在 是否信任你啊 属下已经完全取得凌玄信任 虽然如此 但你有命不负 两次违背命令 恕罪并罚 可恕罪并罚 今次是给你提个行 养日后是公主收宴 属时少公主会孤身前往主殿 你借此心情将玄天苑肃清 若再有差池 你知道后果吗 老三 收下 灵命 电阮 �ração isa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如今看来 怕是也与你脱不了干系 这两年来 哥哥门派陆续惨遭陆 门派密集凋逝 恐怕这些也都是你干的吧 沈言 林元政 你对我从未有过真心 这副道貌黯然的样子也不必再装了 小文青 你竟然此觉境外 不然呢 等着阿玉下的药令我神智近视 说出万心卷的修炼之法吗 林元政 你做梦 你此生都休想利用万心卷 去维护武林 娘 只要福多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只要福多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苏 小美 好 他 给予 非常 无人 伤害 方 就算了 如果半个时辰还没出来 影师也没有杀了池野 您不出来 我们纵死不退 我 这匕首啊 是荣儿寻责上好的材料 找江湖中有名的铸造师打造成的 为了给您当贺礼啊 荣儿可是忙前忙后 忙了好几个月呢 荣儿有心了 父亲过寿就是不一样 玄儿来了 阿姐来了 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好风景 我也是许多年没有见过了 这些年 女儿养着院中的那些男士 花销甚大 如今是拿不出像二弟这样贵重的少女 只知一坛酒 赠与父亲了表心意吧 今日是你父亲五十寿臣 这么大的日子 你就带着一坛酒 今日是家宴 不讲那么多规矩 玄儿啊 你那里 倒还真有一样东西 是为父一直想要的 玄儿若是有孝心的话 能不能 把她作为寿命 献给为父如何呀 父亲想要什么 你听你母亲说过 万兴绝的事吗 不急 不急 父亲想要万兴绝 也先让玄儿 把这注射的酒禁玩吧 好好好 来 你不去完成本军交给你的任务 这是做什么 甲等饮味饮食 依格中规矩 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 还请阁主应战 你个师你疯了 你说什么 甲等饮味饮食 他居然敢挑战阁主 硬实 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 还请阁主应战 阁主 他居然敢挑战阁主 硬实真是不要命了吧 硬实 你敢备主 阁主说笑话 我的主上 从来只有一个 孽诏 本军早该知道你有了他心 好 既然你自寻死路 那我便成全你 本军便依照影阁的规矩 应下影时的挑战 生者生 败者死 父亲之前几次试探我内息 也是为了这个吧 这第一杯酒就尽父亲 这二十几年来的人辱负重 为了万新爵不惜玩弄我母亲的感情 骗他作为飞云宗唯一情传弟子 不惜断绝尸门也要嫁进零天宫 父亲 您以身为耳 这些年来的筹谋算计 当真是辛苦了 你说什么呢 父亲您先消消气 您为了万新爵筹化多年 如今这宴席已开 您不妨多谢耐心 等我把这酒浸完了 这万新爵我自然拱手奉上 不愧是本族的好女儿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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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要看一看 你下面 还想说什么 下面 还想说什么 好啊 少公主 我就不必 哎 你容金贵为公主济世 我若是要敬酒 就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这第二杯嘛 就敬夫人 你以我母亲 虽有主仆之名 却情同姐妹 亏她当初就泥水火 而你却被主求容 瞒着她偷她的男人 朱胎暗结生下孽主 又暗害于她 这样一份恬不知耻的 蛇心心肠 玉夫人比之旁人 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公主 听她说 这第三杯嘛 这第三杯嘛 就敬我那真心错付的娘亲 可怜她儿女情长 付出一切却所托非人 可但她真心相待 今兰之气却惨遭背叛 她 夫妻之情 且妹之义 到头来 皆使她一厢情愿 玄儿 你放肆 我放肆 父亲 今天是你的寿臣 可也是我母亲的忌日 你不会忘了吧 七年前的今世 我母亲被你们二人连手害之绝路 万念俱灰 悲愤交加下隐恨自枪 可悲啊 为了避开你的寿臣 她连真正的今日都不配过 想来 她若是泉下有之 这七年来 该是都无法瞑目的 这七年来该是都无法瞑目的 这七年来该是都无法瞑目的 都没能尽孝 如今 正否我母亲寄日 也该为她讨个公道了 今天 谁 都别想出去 你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 可惜 我当时就躲在你练功迷失的柜子里 元政 今日要杀你的不是我 是我母亲 在向你讨债 好 回复到要领教领教 万新爵 练得如何 啊 你被敲入银钉 正是虚弱而生 不是本军的对手 本军顾念旧情 若你现在跪地认错 我会留你条命 可主忘了 您训练的勇位 向来指脚生死 找我死 停 好 你啊 正是 送阁主上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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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聂子 就算大逆不道想要是负 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不是想要万兴爵吗 好啊 我给你 此等绝妙的功法 竟然被你练成了 但是 还不够 失业已死 还有谁 敢挑战于我吗 恭祝新任阁主上位 恭祝新任阁主上位 我 快日就烧宫中 玄儿 放弃吧 这里是为父所控的灵天宫 你独自一人 却逃不出这必杀之决的 是吗 我真要试试 冥万不灵 就算你有神功护体 但为父这几十年来的 武学修为 内力积累 又岂是你这年少之人 所能比得了当 须知 时间和经验如天剑 不可不敬 更不能逾越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拦绑做 对 我 是的 父亲说天剑不可预运 可若有人以性命为代价 早已将我送到的群山之巅呢 主上 你 你 你怎么会练成 如此强悍的内力 不对 不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小文青烈死之前 把匕首的功力都传给了你 他自觉经脉 是为了掩饰此事 对不对 属下见过新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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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本宫出临公主之位 和宫同庆 无论过往 只要诚心归顺者 本座皆既往不咎 今日上下皆有赏赐 颖阁影时护朱有功 沉稳持重 既以朱砂赤叶赢得生死局 即日起 便酌升为颖阁阁主 统欲合宫颖位 恨公主 恨阁主 你小子竟硬撑着三枚银钉 大败了赤叶 可真不要命 楚上伤势如何 好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你这伤势太重 得静养 我去看看 他还没醒来 胃不静药 这可如何是好 主上强撑着扳了那几道宫令 回来就晕倒了 这都一下午了 怎么还不见醒啊 依族无疾问你 主上的内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给公主传宫时 公主年纪尚小 本就没有办法承受 为此受了不少苦 给她找了药方 她才勉强承受 万兴爵威力虽大 但是她自己也有损伤 所以她每天都要 每次发工的时候 都会引发旧伤 我来喂吧 你先回去 可是 去吧 你先回去 一首情是 一场天长地久 季风时后 我最怀念你的手 可也明白离不开 不代表可以拥有 一场雨后 一夜变成了秋 一晃远间 半时就已溜走 盛世的尽头 如何抓住你衣袖 可以一回头 就见你红了脸害羞 若挥手是告别的前奏 若开口不是为了挽留 真谁 那这理想 那这君子 再见就留在 生死官奉 若随我 一陈珊 зап了 鱼 鱼 鱼 章 地团 酒 好 酱 材 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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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有人现问 我倒是可以再睡个一天两天的 主事伤众 我等寝室难安 您既然已经醒了 为什么还要周农属下 是谁寝室难安 到底是他们 还是你啊 我去请亚述再给您诊断 看看有什么情况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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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不要 就emi死了 真的 我懷疩了 我懷疩了 还要 不能碰 那我懷疩了 七年了 轩儿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为您报仇 若今您犬下有志 终于可以安息了 阿娘 她是饮食 是女儿忠义之人 至今 您也看看 行了 行了 就是这两摊 此酒名为执手规 是十年前 我阿娘埋在这棵树下的 这是夫人宿娘 我阿娘寻遍了古方酿酒 奔剥了数月 只得了这两摊 她说 等到凌元镇五十寿尘时 再拿出来 一摊给她祝寿 一摊 给我做嫁妆 炎时 你喝了本座的嫁妆 你想好要对本座负责了 我刚刚给夫人上香的时候 我跟夫人说了很多 我跟夫人说 主上心智之坚韧 冬日严寒 夏日枯暑 也未曾泄得过无益 我还跟夫人说 我以心智之坚韧 凌风之岚 我心悦痴 我当阿姐这扇子上画的是谁呢 原来是她 阿静 公子 阿姐身边的那个饮食 去查查 看她到底什么来历 阿姐生性多疑 从不轻信于人 她能得到阿姐如此亲近信任 不会没有原因 是 还有 你让瑶王谷动作快点 否则 我怕是夜长梦多了 属下这就去穿虚 既然瑶王谷来信说 想要将饮味做齐血 饮食 这扇子有什么稀奇的 值得公主这么珍惜地看了又看 莫不是饮食送的 死丫头 你胡说什么 好了好了 公主害羞 奴婢不说便是了 不过这簪子 看着真的像花了很多心思 可不是吗 林渊正所用的药 应当就是这份 此前我找了死士试药 当月三神弹并未发作 那么现在 就只差一味药云了吗 取血入药 此番隐格之位便可解二 轩儿 轩儿 你来了 你好像很高兴见到我 为父执掌灵天宫多年 你以为我不会留后手吗 你是我的女儿 就是灵天宫的少公主 而灵天宫早晚就是你的 我可以把三神弹的佩芳给你 真是可惜啊 你的算盆落空了 佩芳我已经找到了 不可能 有一件事情 父亲你或许还不知道 雅叔 雅叔其实出自一仙一门 他如今 已经研制出了散神丹的解药 你说什么 我听说 这药当年通过药王谷流传于江湖 成为救人所有 到了你这儿 零元政 我早就看清你了 我时常在想 这世上怎会有你这般自私薄良之人 灵天宫是祖辈毕生心血 我不能让你 把他当成祸害武林的工具 若你有心悔过 将那些门派的人放吗 戴影阁散神丹之毒得解 我会放你自由 送你上林雨峰遗养天年 你找不到他们了 轩儿 你是我的种 你身上流的 是和我同样的血 没错 我 我是对你娘有所同谋 便骗她恩爱多年 可是你呢 你不也是在我眼前 演了多少年的乖女儿吗 你以为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你比为父 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没资格替我娘 我和你不一样 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这种败类 那为父倒要看看 我就一直等到那一刻 我看你如何地选择 好 主上 别动 让我靠一会儿 可是地牢里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 我身上留着她的血 以后会跟她一样 老公主一向擅长操纵人心 她知道你在意什么 所以故意激你罢了 你与她 本就截然不同 主上未曾想无用药物 控制一整个影格 所以费尽心思 想给所有影位解毒 不是吗 我可是用药物控制了你呢 属下 你什么看着 属下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属下 是自愿的 公主 公主 不好了 公主 不好了 是你 阿姐很快就会知道 你的血解不了伞神丹的毒 不过此事 多年以来 父亲恐怕也被蒙在鼓里吧 当年药王鼓帮父亲炼药时 暗中调换了药眼 什么 你和你娘 早就和药王鼓的人暗中勾结了 聂子 比起这个 父亲更应该知道另一个真相 我呀 并非是父亲亲生的 这二十年 还要多谢父亲的养育之意 雅叔 发生何事了 这几人曾是灵渊政的贴身隐慰 我曾许诺他们 如誓妖成功便放他们自由 可眼下 只有同时服用两种不同的散神弹 才会当即蹊跷流血而亡 公主啊 公主啊 灵渊政的血 不是结尹阁散神弹的药瘾儿 灵渊政 公主 又怎么了 地牢守卫来报 老公主她 刺绝了 全身经脉 是自强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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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是 小救了她 这死法 与母亲一模一样 这是她向来贪生怕死 为何如今有了自弱经脉的勇气 也许是怕你逼问出 散神弹血气的主人 和那些虎灵人士的下落 散神弹药瘾儿 彻底没有了 散神弹药瘾儿 彻底没了招落 主上 他究竟是用谁的写作的药物 主上 你要去哪儿 义堂那多疑的星子 又怎么会把血迹这种重要之事 放在他人身上 这不像是他的座位 这不像是他的座位 凌轩 老公主的死与你无关 你不需要自责 我为何要自责 他以为他死了我就没办法了 真是可笑 大不了这毒我不解了 只要我每个月把药暗时分发下去 尹哥也会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知道 所以没关系 没想到做到今天 我真正是个无父无母之人 他真是要与我与死我婆 也是 我没想让他死 我知道 我 如今 我真正是个无父无母之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大饼刚出狱 切记情绪激动 歇睡一会儿吧 雅叔 出生身体是否无碍 对 整个灵天宫 敢偷袭公主点她睡学 还能成功的 恐怕也就只有你了 我 你做得好 自到她登上公主之位 就一直在收拾陵渊正留下的烂探子 夜纳安静 无异于内伤调养 早就该好好顺上一觉嘛 本就欲结欲心 如今 我原是对你不太满意 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母样 母样 蜈蚣 样样都好 真是你小子能沾染的 可是一路走来 你对公主的真心我一看在眼里 我会要扶她 否则老夫饶不了你 你放心 我不会的 来人 来人 阁主 派人监视藏鱼员 若有异动 速来包我 属下领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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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你怎么在这里 人少 心情 我听说 你命人去查林园正的死了 可查出什么来了 不安 刚想去灌酒 这身材还要不要 你如今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先是点了本宫的水血 又来阻拦本宫喝酒 该罚 主上要罚我什么 主上 主上若是没有主意的话 属下有一件衣 主上可愿意听 说来听听 好 在过谢天 就是连诞节了 山下水桃和花盛开 十分漂亮 到时候各州府也会去挂花灯 开夜市 热闹得很 便法属下 互为主上一起下山 到街上 此此心 可好 你眼下这模样 倒是可以担上一个 犯上媚主的罪名了 犯上媚主 如果主上非要给我扣这个帽子的话 拿这些罪名 属下已平身了 果真热闹 逢年故节 官府就会娶萧小姐 这夜市 天黑开始 午夜过后才无结束 看你这样子 对着夜市灯会十分熟悉 可是从前与谁一起逛逛 从前在影和授训 活命都能 打扰时间光这些 我也不过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果然下山看到的 我也从未逛逛过 这是第一次 姑娘 看一看 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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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老板 这是什么 嗯 这位姑娘可真是有眼力啊 这可是从波斯进过来的密钥 于枫叶之事上 那可是 老小瞧瞧着你与小郎君十分般配 要不要先买上一支 回去一试便吃 不要 付钱 不用找了 噢 谢谢公子 皮做的 真的呀 皮 elsewhere 真好看 这是 这是一对新人 在举行成亲仪式 成亲 人成亲意愿定会缔结林医 男婚女嫁 本就是自然之事 是吗 可是我母亲 也是林元正八台大教 娶回领天宫的 老公主身故 上一辈的音乐也该了了 主上 你有自己的人生 属下说过 您与老公主不一样 今夜没有公主和尹薇 只要你我 好 凌玄 硬邦邦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找我寻仇的 我记得 你以前叫白晨 以后我叫你阿晨 好不好 还是算了 交关了饮食 忽然开口 还有点不习惯 雪儿 你看那儿 真好看 好 来 咱们那边看吗 是 这边好像也是 谢谢 好了 三种啊 可以了 都好 就好 有点 硬邦 什么缔结联理 男婚女嫁的 我并不在意那些世俗规矩 但 我信你 硬邦 轩儿 若我 你先说 轩儿 在我眼里 地界邻里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 执子之手 来手不留的承诺 而我 想要问你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举行这样一种仪式 不需要太隆重 只要你我就好 这是我给你的回答 轩儿 我说过 我信你 影师 我信你 红泉毕落 影师 当不负情 你没拿好 你还不得吃吗 你还可以吃吗 我感觉你还没有 警察 因为真的 再帮你 快点 就感觉你 我也有天哪儿 现在这三个儿 我没有想法 了 主上 早早休息 玉石 这个 今天老板说 我 算了 早点休息吧 我 指一眼神 琴刻进心头 看风雪 痛归欲问 却要不能安慰 矿然是珠味阴阳 也能减慌爱愁 变知我 心动的利用 万般吃 血酒万事 情不休 不信念 寸寸绕之 玉石 愿意行辰作斗 杯水共心潮 请我所有爱不保留 愿这世间的双蕾 像梦前山光在首 岁月若隔绝为等你回报 搬这边 慢点啊 往后方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对 就这样 直接送到正厅吧 是 好 你不是让公主挑嫁衣去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挑什么呀 根本连人都没见到 昨天公主说今天带饮食 去坟前祭奠夫人 我估摸着 应该一早就出去了 按照他俩这几天 形影不离的样子 估计要等到半夜才回来 我这一路瞧着 这饮食啊 确实是值得托付的人 公主与她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这日后九泉之下 我对夫人 算是有个交代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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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婚用的东西 来 这个红衫子 送开 好好看 我要把它做成衣裳 裹在身上 这样子 公主肯定会喜欢我 好看吗 好看吗 公主肯定会喜欢我 放了多了 肯定会喜欢我 初二公子 恳求公主饶她一路 如今她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算是报应不爽呢 她这也是自找的 夫人 快来啊 夫人不要乱跑啊 夫人你慢点 好好看啊 夫人 夫人 我美不美啊 夫人 您跟奴婢回去吧 我好看吗 小柳 你过来 公主有话要问你 我好看 奴婢见过公子 不是让你看着 不要让阿娘出去乱跑吗 她手里的红筹哪里来的 这 这 公子问什么就打什么 支支吾吾的不想活了 公子息怒 都怪奴婢一直没有看住 那段红筹是 是夫人从主殿拿的 主殿 公子日前曾下令 苍宇愿无事不得外出 奴婢也是精神 追着夫人出去才知道的 公主与尹阁阁阁主即将大婚 婚期便在这月十五 是 下去 是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为弟可是来兴师问罪的 阿姐要成婚了 这么大的事 竟然不派人告诉弟弟一说 这和宫上下 我怕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原本想到了日子再告诉你 活与饮食都是怕麻烦之人 不想在一场婚礼上面大动干戈 阿姐真的要和饮食成婚 自然 阿姐真的喜欢她 她一切尹味 又身份卑微 实在配不上阿姐 这婚礼我不同意 笑话 我的婚事 需要你同意 况且 若真论起般不般配 林元正当初与我母亲 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可结果呢 若真要说起配不上 你还不如去瞧瞧你那好母亲 阿姐莫能 林容也是关心责乱罢了 既然阿姐心意已决 我当然是站在阿姐这边 按照习俗 新娘子出格未上轿前 小事不能占地道 大婚当日 我送姐姐出嫁 公子 公子 属下找借口 同采买婚仪的弟子下了唐山 带回了药王谷的传信 饮食的身份查到了 另外信上还说 药王谷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可助公子 夺取公主之位 去给药王谷回信 告诉占月池 阿姐即将大婚 让她尽快动身前来 若晚了 阿姐可要嫁给她 厌目多年之人 属下这就去传讯 阿姐啊 这山中岁月 有我陪着你 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嫁人呢 为什么要逼我呢 为什么要逼我 好 你快帮我看看歪不歪 再往右转一点 咱们公主和阁主啊 可真是一对碧人 这大婚的灯笼啊 可一定得点死戏了 那些城市怎么说来着 天造地设 天崩地裂 呸呸呸 不知道别瞎说 都在高兴什么呢 还不赶紧干活 是 没有 啊 明日我早要逞期了 为什么救我 你先向我求救的 怎么还反倒问我 为何救你 将死之人求救是本能 你要怀孕我 我必多管闲事 你这人不识好歹 我便送你一程 你真想死 为何 活着不好吗 截然一生 无去无盼 是死是活 无甚差别 若是死了 我倒还能少受些 任人欺凌 颠沛琉璃之苦 你若只是缺一个 活下去的念想 那不如 让我来当这个念想 如何 大赢不惨 非也 我们灵天宫影阁的功夫 很厉害的 不如日后 你就在山中住下 我寻了机会 便偷偷下山 将我所学的再交给你 这样你会了功夫 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怎么样 你若所言当真 便该以真面目示人 这面具戴久了 倒是忘了脸上还多了一层皮 现在他们都叫我影时 不过那只是个代号 你叫我阿禅吗 这才是我的名字 我也从未想过 我居然会有这样的一天 居然也会被儿女情长牵盲 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想一直 守着她 护着她 拍着她 所以 这些人 我不走了 至于你我之间的事 阿晨 你怎么了 不要去 没用了 英格生死局的厮杀 就是这样的 既不如人者 都该死 都该死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阿晨 雁柯 虽然是个痴人的地方 但是 里面有教无类 许多上层的武功 是所有授权之人皆可惜得的 你顶替我的身份 取淫格吧 你在屋中什么呀 只是 我有一心愿未了 是 你 我好 我一心愿意 你 我一心愿意 是 你 越与他心意相同 我便越发胆怯 蹉跎探戈至今 倒是足箭自负 将自己困在这局里 谁 阁主 属下业务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阁主 阿靖下山去了 他去做什么 近日 二公子一直在帮公主操持婚事 阿靖被打发下山 置办婚姻 只是 阿靖当年在尹阁 也是数得着的高手 尹未不敢靠太阶 切勿打措惊蛇 你给我去查清楚 他下山了以后 去过哪些地方 是 阁主放心 阁主明日就要迎娶公主了 为何鸽出现的心事重重 我心中不安 总觉得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公主 找到了几个失踪的武林人士 全身血液被抽干 像是刚死不久 刚死不久 难道失踪之事 是别人所为 是姑姑的东西 那便来吧 本君的血可是金贵的痕 有了这个 就可以控制尹阁了 告诉你家公子 这血 本君可是要收利息的 你怎么办 怎么了 今天可是我节庆的大喜日子 你可不许哭鼻子啊 奴婢就是 看到公主出嫁开心 好了 不哭了 再哭 都哭成小花猫了 这个颜色不好看 这个颜色不好看 昨日他们又送来了很多 奴婢再去找个合适的来 这个镯子公主可还淡 不用了不用了 本宫最近听到铃铛声就偷偷 也是 出嫁当日 装帘上的东西 都要是新的才迹象 这还未到及时 那奴婢先收起来吧 算了算了 就先放在这儿吧 你先去忙吧 去吧 我来ße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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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凌儿在外面 为了纯枝的颜色举系不定 我便替她决定了 纯枝 凌蓉替阿姐脱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骑士已到 骑士已到 凌蓉 送阿姐出嫁 走吧 阿姐慢些 当年的事情 我知道 其实不是你的错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算起来 你也是受害者 今日以后 我们往日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吧 我还当你是弟弟 弟弟 我多年所求 今日终是圆满了 想来 今日不只是姐姐的好日子 还是凌蓉的 快到了 真起来 你看一会知道 阁主不要紧张 新娘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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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眼神 轻刻进心头 看风是同归于温柔 阿姐 纵然是中为营养 也能以减慌哀愁 便知我心动的理由 我告诉你 晚饭吃些酒 晚事情不休 隔住以后 若是对阿姐不好 我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是自然 请二公子放心 北水共心中 请我所有爱不放留 夏儿 此刻仿佛在梦中 梦醒了吗 我们临天宫已经许多年没有办过喜事了 今日这场面一定非常热闹 银石 你的好戏 我可不会错过 我可不会错过 谢谢啊 真漂亮 银石到 亲人拜堂 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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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药王谷主 在下试镜 只是 今日我们公主大婚 并未邀请武林童到前来观礼 不知詹谷主这是 詹谷主不是阿杰请来的 而是我请来的 你们要干什么 阿靖 你怎么回来了 公主与阁主大婚合公同庆啊 这不让我带酒给兄弟们 都是山下一品宣上等的陈年佳酿啊 太好了 兄弟们 搬酒 好嘞 来了 小心啊 好嘞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且慢 好嘞 药王谷西河园出现 竹鸡已经过了十年 玄妹妹可还记得我呀 詹月池 十年未见 信得玄妹妹还认得出我 谷主不请自来祖本宫拜堂 不知是为何意 詹某听闻玄妹妹即将大婚 唯恐玄妹妹被奸人蒙蔽 所托非人 这才日夜奸诚赶来 好久不见了 唐衍 你刚叫谁 不如你来告诉你们公主 唐衍究竟是谁 你不说 好 那本君替你说 据我所知 你们临天宫现任尹阁阁主 名叫白晨 因为十年前你曾救过他 他为了报恩才留在你身边 的确如此 可事实上 眼前此人并非白晨 他信唐明眼 曾经是我父亲的养子 十年前叛逃出药王国 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都以为他死了 可谁曾想 他竟然潜入了灵天宫影阁 还当上了这影阁的阁主 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了 这是我与他的平正 记得答应我的事 替我报恩 你放心 我不会忘 你的仇我替你报 你的恩我替你还 从今天起 我就是白晨 有机会 替我去看看妹妹 一定要 活下去 来 唐眼当年先判药王国 再进灵天宫 又冒充他人的身份 博取你的信任 似他这般重重心机 步步为营 玄妹妹 此人齐心可诛啊 阿姐 我也是突然得到此消息 不想阿姐被骗 所以才 此都密信 感谢谷主告知 只是此乃我灵天宫内务 眼下还是请谷主 暂尽回避吧 玄妹妹 айтесь manifest 传选 可要的 野蛎 谁 去看 去世 Effekt 走 所以 张月驰说的都是真的 是 所以 你才不想让我叫你白晨 因为你根本不是白晨 是 你知道 我一直以来最恨的是什么吗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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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数不多的信任我都给了你 到头来 从我一开始 这都是假的 不是 我虽然借白城的身份骗了你 但往后的一切都是真的 来人 隐时欺瞒本宫 犯上不尽 崖入地牢 天鹿发落 刘王谷的人是怎么进来的 十二公子 他手里有恭敬令牌 是我们弟子不敢强行阻拦 你还认我这个歌主 尹阁以实力论高下 宁开生死局 斩杀赤叶又不是假的 真月迟来之不善 我怕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严夏公主怕是不会再相信我了 你去一趟永哥 是 少公主 奴婢知道 隐时隐瞒身份罪无可赦 可是奴婢与雅叔 把今日前前后后的事情 想了好几遍 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你说 药王谷怎么就正强 偏偏在今 公主 雅叔 公主这是怒急功性之症 公主 是 公主是中了毒 中毒 怎么可能 公主从今晨到现在水米未尽 杀毒之法 有其指使水之一种手段 幸好此毒不会危及性命 只是瓦笔金肉 使人长时间瘫软 无法运动 你好好照看公主 我回去取针 给公主逼毒 你 这是怎么回事 散神弹 怎么会 不提前放送 今天你们可是一起做过什么事 或是吃过什么东西 发生了什么 阿静 阿静送了公主的喜酒 我们 我们都喝了 阿静 臭啊 珍月池的手伸不到千里之外的灵天宫来 他能知道我在这里 必是宫中有人 与他早有勾结 灵容 不对 他不是迪迪堪姐姐的眼神 他的目的是 玄儿 知道今天是你无打仙之人 倒是忘了 秦夜也是我该服用三圣诞之时 为何 憋憋是在这个时候 你放心 今日我便接林玄回药王谷 从此之后 整个灵天宫便是你一个人的 他唐也算有什么东西 竟也敢觊觎你姐姐 则日已将血奴送入谷中 十年辗转反侧 我终于可以素颜得偿了 给玄妹妹下的毒物 你确定是已经办好了对吧 他练成了万新诀 也有他母亲几十年的内力帮身 不过他还好好的 恐怕 咱们放倒了整个林天宫的人 他也尚有一拼之力 谷主放心 阿姐的唇枝 是我亲眼看着他图上的 这便是药王谷的围课之道吗 我还到玄妹妹 难不成武功已争化尽 我药王谷的独门密养 竟也奈何你不得 却原来是外强中肝 去上绅士罢了 是 你说饮食配不上 这占月池 便是你替我挑的好夫婿吗 阿姐喜欢吗 你若是江湯碎尸万段 本宫兴许会喜欢 那便如姐姐所愿 方才你说 尹师不配觊觎我姐姐 这话你只输对了一半 她不配 你 更不配 这世上又有谁配觊于我姐姐呢 你凭什么赌地 我想要的只是灵天宫 你凭什么 从未听说过 谁散神弹发作这么快就结束的 而且为何我感觉 青白竟然被拖宽了 她给我吃的不是散神弹 原来她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用药物控制我 爆发 芭树 你们怎么失聪得成这样 二公子一鹤言忘顾 半边逼宫 公主中了毒 现在公主不知道有多少人 兹剋了二公子 外面那些弟子敌我不分 快去救公主 可主 有多看 我们还有多少人 阿静不是在喜酒里下了什么东西 静影的散尸单提前发作 阁中大部分兄弟都喝了喜酒 阴下还能一战的 就只有这些了 去主殿 你到底想干什么 放开我 阿姐 所有胆敢觊觎你的人 都该死 不过阿姐放心 药王谷啊 只是我的一步棋罢了 我会让人将他们杀干净的 这可是我们的灵天宫啊 外人怎么能在这里掀起烂来 你和药王谷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娘原是药王谷老谷主的师妹 为了让我得到灵天宫 她折服在凌元正身边多年 我用尹卫和詹月池做了交易 到时候灵天宫归我 阿姐归她 只怪她太傻 这话也行 阿姐是我的 谁也别想插到我们中间了 你疯了 你扔过个恶心 放开我 好 阿姐恐怕不知道 小时候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我是下人之子 所以我拼命努力 希望有一天能配得上你 但后来 他们竟然告诉我 你是我的亲姐姐 亲姐姐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这个私生子 被扔在下人堆里任人欺凌 不能怨恨 被灵元正带回来认祖归宗 还要感恩戴德 但谁问过我想不想 我 灵天宫的二公子 听上去多威风 可实际上 我不过是我阿娘 想要上位的工具 是灵元正用来制衡你的傀儡 我这个身份也好 灵元正也好 我阿娘也好 全部让我感到恶心至极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 在灵元正用散神丹 控制尹阁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暗中绸缪 是不是 父亲当年用作散神丹要饮的血 早就被偷偷调换过 实际上 真正的要饮 是瞻月池的血 倒真是本宫小瞧你了 你比你娘还有灵元正 还真是情出于蓝 谈不上情出于蓝 因为 我并非灵元正的种 你说什么 初始知晓 你是我亲姐姐时 本来我已经认命了 想着守好弟弟这个身份 好好护着你便也知足 但可笑的是 直到两年前我阿娘才告诉我 我并非灵元正的亲生儿子 多可笑啊 我有今日 不在于我 我要让他们所有人 为我这见不得人的身份陪葬 阿姐 是厌恶我了吗 没关系 来日方长 你不会一直讨厌我的 我们小时候 也相处得很好 不是吗 阿姐 以后这灵天宫 就再也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什么人 上 赵公主 甲等已能为阿静 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 还请阁主应战 还请阁主应战 你找死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阿姐 你怕不怕死啊 我不怕 想到如果能跟你死在一起 我实在开心得紧 既然今生无缘 那如果能死在一起的话 想来 来世应该也能遇见吧 你 到时候 雪儿 岩石 岩石 阿姐 雪儿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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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中 编织无心动的理由 慢慢吃鞋就乱食 仅仅是 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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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我要救他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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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 公主 投票 公主 我跟福人说了很多 祝山 凌风之蓝 我心悦止 若这一生能伴你所要 我便再无诉求 我可是用药物控制了你呢 属下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属下 是自愿 在我眼里 地心连里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 知子失守 白手不离的承诺 而我 想要问你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举行这样一种仪式 不需要太隆重 只要你我就好 事业武功高强 连林渊正都要忌惮他三分 我知此事生死难量 但我说过 应是 生死不相逢 生死不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没有找到人 是 只找到了二公子 他的尸首 让人收敛好实身 让人收敛好实身 把他葬了吧 公主别再婚了 你内伤都还没有好 身体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za 女人 您说 连配件都能找到 怎么那么一个大活人 却没半点踪迹呢 公主宽心 尹氏若还活着 他必然会回来找您的 去探查药王谷的尹卫们 有消息传回来 湛月池死后 药王谷群龙无首混乱不堪 我们的尹卫一融成 他们谷中弟子的样子 混了进去 发现了 什么 湛月池自打娘胎里出来 就患有血症 他父亲为了给他续命 以收养之名 欺骗了许多同龄的孩子们回来 这些孩子名为义子 失为血奴 失踪的武林人士 也都是药王谷所为 那尹氏 据说 他是当年与湛月池血液最为相配之人 为此受了不少苦 之后侥幸逃脱 老谷主还为此发了很大的火 好一个药王谷 好一个名门阵派 传令下去 让尹阁抢药人的事情在江湖中散播开来 邪门队 邪门外道 人人当初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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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饮食的消息了 什么 有饮食的消息了 客官 您回来了 我给您推荐那家驿馆怎么样 这几日 眼瞅着您这腿脚 更便利了 是 多谢长官 明天人这次真是下了狠手了 要我说 那个神秘侠客的事才更离奇呢 听说在灵天宫还没有行动之前 他就已经先行将药王谷圈养的血奴偷偷救了出来 药王谷坏事做绝 如今得江湖侠义之事出手 也是他们多行不义的报应 此后药王谷散落在江湖各地的那几个隐秘分度 接连被挑 好像啊 也是他的手笔 咱们呢 但行侠义 莫论出身 李兄 喝酒 李兄 喝酒 你到底去哪儿了 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会灵天宫 盈氏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疯了 姑娘 怕是认错人了吧 在下姓唐明眼 而非盈氏 如果姑娘愿意的话 我们也当重新认识了 唐衍 确实是个好名字 我看这位唐公子 五官俊朗 甚适合我的心意 不知公子是否有婚配 若是没有的话 我可就要抢抢梁家男子了 好 轩儿 阿燕 你如果再不让我过去坐下的话 我恐怕站不住了 踢落崖底是摔伤的 我看看 义无大碍 骨头都结好了 只是需要一些时日调养 那不如会灵天宫去 我让雅述给你好好看看 不回去 我不回去 只是因为 我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我曾答应过白晨 带我重复自由之后 代替她去宇宙看望她的妹妹 现在 也是时候该兑现了 等这件事情做完了 我身上便再也没有什么 从前的胆子了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不是一直想要游历江湖吗 我陪着你 我们可以 一路游山玩水地逛过去 等我们到了宇宙 见过了妹妹 我们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大漠孤烟 巴山熟水 江南烟雨 阿燕 这辈子 你去哪里 我就陪你到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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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